我們今天要給他緊緊的連結給他 將我們全部的人全人都要謝給他 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把門的霸戰得到釋放 把門其實我們相信就知道 奪去我們心的 不管是金錢也好 或是一些對你來講 在你的心裡面超於神的情侶也好 我想這些都會霸佔我們的心 尤其我們等一會兒今天要聽到的這位弟兄 他的見證真的是非常感人 這位劉弟兄 也就是等一下我們現在想 我先會專門介紹他 我想這位弟兄 我想等一會兒大家就可以聽到他的故事 我想這位非常可以說是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被蠻 就是被任何的情侶霸佔的時候 我們人毛毛眼睛 我們的心都會被弄閉 所以呢 就會做錯事 犯下那 所以感謝神 有一位神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使我們可以 只要我們悔改 祂永遠不放棄我們 我想等一會兒這位劉弟兄 今天的見證真的是非常感人 那我想在現在的一位 因為今天成將人我看到已經來了 我們先謝飯 今天我知道 每次上次經都忘記謝飯 所以我想看一看 我已經記得了 好 我們現在有做一顆謝飯的版告 親愛的天父 他媽媽說 你來來到你的詩人寶座邊前 祝我們在這裡感謝你 讚美祢賺 Carolyn 主耶穌啊 你係是在圣經上的 又真又活的神 在現今 你也是又真又活的神 謝謝你 是我們不在被馬們所占據 因為你住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也住在你的裡面 把我們的心臉 拋開 讓我們不再過著以往 被黑暗祥致 祝我們在這裡真的謝聲 祝我們在這裡謝謝你 在每個星期三 可以說對我們來 不僅教討我們 讓我們可以說是聰明的 每一位我們邀請的 不管是有關醫療的 或是有關 生命見證的 都是使我們的身心得健壯 祝我們在這裡謝聲 也謝謝主 也謝謝主 祝我們一倍的美食 也求主紀念這些姊妹 他們的伴上 祝也求你捷徑 使我們吃的得益處 這樣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妹 好 我們謝謝主 謝謝 好 我們今天呢 現在我們主講的已經到了 那今天一位 神輩一場特別的美賢 就要請來那個美賢 就是說現在要來為我們今天 介紹這一位特別的貴賓 好 我們現在用熱烈的掌聲謝謝美賢 來 謝謝美麗的小莊姐 每次從她手上接過麥克風 充滿了感恩 我們四十年的情誼 謝謝主 讓我們可以在主裡面一起服侍神 真的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我們每一次來到歐伊扣寺 我們都可以有豐富的收穫 我相信每個人在把愛心的便當 接到手上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是充滿了感恩 因為在做這些愛心便當的智孤媽媽 頭髮都花白 這個年紀真的是應該要休息 可是因著上帝的愛在他們裡面 所以他們願意在這裡服侍每一個來到這裡 所以讓我們每個人都帶著感恩的心 來吃這個安心的餐 我們也盼望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學習相愛 也學習尊重 當台上的人在說話的時候 請我們台下的人盡量安靜 因為等一下我們請到的主獎人 他的生命見證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盼望我們在座的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安靜來聆聽我們今天主獎人 他的生命故事的分享 今天的主獎人是劉北元律師 他原來是一個律師 他非常的優秀 他是東海大學法律師畢業 而且後來又念了碩士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 然後呢他因為優秀 所以他很快的就取得了律師的執照 可以可以稍微安靜一點嗎 不然我就不說話了 我就聽你們說話了 可以嗎可以嗎 是因為還沒有拿到菜是嗎 好 我們帶著感恩的心安靜的心 也受神的愛 好嗎 請聽我說話 否則我就不說了 我就聽你們說了 好嗎 好 謝謝你們 今天的劉北元律師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 他當了律師 然後呢 因為他口才很好 長得也很帥 所以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有很大的名和力的收過 你知道一個人 當什麼都有的時候 他就怎麼樣 很驕傲 還有呢 甚至造反 怎麼造反 他那個時候因為什麼都有 所以你知道男人有的錢就會怎麼樣 做怪 做怪 然後就在哪個地方做怪啊 在情慾裡面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看見證 聽到好像一天好像批六個還是批幾個 就是一同時間 所以你想想看 那是不是要有過人的能力啊 對不對 有時候批兩個 你都已經焦頭爛頭了 你要批好幾個的時候 你腦袋要清楚了 所以他當律師啊 腦袋很清楚 什麼時候跟誰 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對不對 也很辛苦 但是因為那個情慾 因為那個戰友 因為因為那個嫉妒心 他要其中一個女孩 跟他結婚的時候 人家不願意 他不願意他怎麼辦 他就自己殺自己啊 他為了向那個女生表白 我就多麼地愛你 他就自己殺自己 可是女生還是沒有被他被動 後來怎麼樣 他就把他殺了 然後就這樣 他去了哪裡啊 去了監獄 監獄又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所以在裡面還好 你知道嗎 只有什麼東西可以把黑暗驅走 光 是不是 黑暗是不能驅走黑暗的 只有光可以把黑暗驅走 所以當劉律師在監獄當中的時候 他的一個大學同學 認識黃冰鎮牧師 黃冰鎮牧師 就是專門在監獄裡面 輔導這些更生人的牧師 然後因著他認識的黃冰鎮牧師 所以把他帶進了神的光中 於是他出了黑暗 你知道嗎 很多更生人他們進去了出來 然後因為生命沒改變 就又進去了又出來 人生就這樣 進進出出 一直在那個黑暗的世界裡 但是感謝神 我們的劉律師 因為認識神 因為他出了黑暗 他進了光明 所以他再度回到這個社會的時候 他才知道 原來上帝讓他進監獄 是為了讓他再度回到這個人間 然後因為他回到人間 他知道那些在黑暗當中的心境 所以他自己非常在真理上的扎實 於是他自己回到監獄 去服侍這些病生人 在這裡我要特別介紹他的一本書 他說我不再當服侍 他的第一本書是寫給孩子的 這一本書是他自己的 什麼叫服侍德 服侍德是一個跟魔鬼交易的人 他擁有了一切 但是他不滿足 然後有一天魔鬼佔據他的心 跟他說 我可以給你一切你想要的人 幫付貴 但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把你的靈魂給我 這個人為了要得到內心 所以他把他的靈魂給了別人 所以在認識神以前 劉律師是魔鬼的代言人 什麼叫魔鬼的代言人 因為他是律師 所以他在幫別人訴訟事件的時候 他的眼裡只有錢 沒有人 不管你有沒有錢 不管你是不是弱勢 我的眼睛就只有錢 我的價值觀裡就只有贏 沒有輸這件事情 所以他自己也說他是魔鬼的代言人 但是後來認識神 他成為上帝的代言人 他可以站在神的殿堂 把上帝的愛 然後把他自己的生命怎麼樣的翻轉 然後透過這本書 跟大家來分享 我覺得投資一本書 非常非常的值得 為什麼 這本書才賣兩百塊錢 我們知道兩百塊錢 裡面所記錄的是一個人一生的智慧 一生的經歷 所以我們只要花兩百塊錢 來閱讀這本書 我們就可以從當中 學習到很多人生難得的功課 今天劉律師特別用很優惠的價錢 就是兩百塊錢 我在書店買的書都超過兩百塊錢 我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兩段文字 這兩段文字 是我在看這一書的時候特別深的感觸 我都給大家聽 他說 聽說 手緊緊握著拳 其實裡面的手都沒有 打開手掌心 以便擁有了一切 只要你不計較得失 人生還不適合你克服的 若是遇見變掉的愛情 成全別人也是給自己全新的機會 在職場上學會禮讓別人 自己未來的路也就更寬廣 能夠放下追逐名利的欲望 自己的人生便站在至高點上 得失 得失 在得與失之間 有得必有失 而有失也必有所得 只要不貪 因為有些人因為貪的 想要得到更多的東西 卻把現在所謂的一切都失去了 那麼學會放下 本來是一種痛苦的失去 也將會變成一種幸福的獲得 在監獄中求居了八年的流律師 因著信仰他學會放下一切 將所有的心和慾望 都交托給耶穌來帶領 因此他患得內心世界的平靜 也領悟了改變自己的契機 他說當年我如果執著下去 放不下全世的名利情仇 他說我猜想 我應該是在監獄裡面 抑鬱而終 所以人生是可以翻轉的 不是靠自己 因為自己在黑暗裡 你是沒有辦法驅走那個黑暗 只有神的光 才能夠帶出 帶我們走出那個黑暗 我覺得還有一段話 也好棒 他說 在入獄的前幾年 我一直認為自己的多情與善感 是我人生敗亡的性格特徵 但是如今我感謝神 賜給我一顆如此多情又善感的心 可以好好的對待自己 對待家人 對待朋友 以及這個世界 有豐富的情感來愛人 可以為別人付出 更可以藉此寫作 透過筆尖 來挖掘出自己生命的奧力 所以這本書兩百塊錢 值不值得 值得 只要其中一句話 可以得到你的心 可以被安慰 可以被教導 可以被改變 我都覺得值得 因為她是用生命寫出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感謝 今天劉律師 願意來到我們當中 用她自己血淚翻翻的人生的經歷 來鼓勵我 來愛我 所以現在我們就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最喜愛的劉北元律師 感謝大家分享 各位大哥哥哥大姐姐們 平安 平安 非常感謝今天有這個集會 能夠來到這裡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自己信仰的經歷 我想說 我美美前姐講的一種好 其實 在屬世的世界裡面 大家看到我們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但是 因為我們信仰之後 一切團裝 罪人變成是我 上帝永耀的我的器皿 就好像我們每一次的 選手發表會 我所屬的更生團系的弟兄們 都會有許多的人到現場來 每一位 每一位 都是更生人 都做過的好 但是每一位 現在都是全職在 使我 為主做工 在更生團系裡面做 輔導的工作 所以說 罪人 在那個時刻 變成了 榮耀上帝的器皿 我一直很感動 一直感受到 神的帶領 我想說 今天 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 也是因著罪啊 雖然我是罪人 但是因著 上帝的愛 我成了他 榮耀的器皿 為他所使用 好 那我們就 今天 來開始 跟各位 農耀大姐姐們 報告一下 我是怎麼樣 認識 這位 又真 又神的 主耶穌 剛剛我將 美賢姐 應該已經 我大致上 跟各位報告過 我 到底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在96年之前 我是一位律師 就是 我專攻的領域 是保健的吧 我在台北 台中 都有律師事務所 當我所從事的案子 就是專門 為保健公司 處理理賠的事務 那 幫報告農職 處理理賠的事務 它的範圍很大 不是像 可能大家的想法 會稍微狹隘一點 就是 受險的理賠啦 或者是 醫療對不對 不是我們是處理 就是說 企業的保險 理賠 我舉個例子 好了 像這次 台南的地震 大家注意到的是 圍貫大樓 有多少損失 倒塌了 多少人滅 但是實際上 光台積電 在南科的損失金額 就超過 100億新台幣 需不需要律師 需要 我這次專門幫保健公司 處理這樣類似的案件 所以當時我的收入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當然 越好 人就越驕傲 人就越迷失了 那我想說 跟各位 大哥哥大姐姐們 報告 當時我的好朋友 好同學 都告訴我說 北緣 你是人生成功的 聖地主 你的人生 名車 名表 女朋友一大堆 你是我們人生 羨慕的對象 男人中的男人 他說 為什麼每一次聚會 你都告訴我 你想去死 他說 我們沒有辦法 接受 我們一個月領個 五萬塊的薪水 我們養家獲口 好辛苦 看到你 我們都好羨慕 可是為什麼你每次都說 你想去死 他說我每次聽到 你講這句話 活脫我也想去死了 你多想去死 那我們是不是早就該死了 大哥哥大姐姐們 我知道為什麼我 在那個環境下 在那麼大家人人呈現的環境下 為什麼我想去死呢 因為人生沒有目標 沒有價值 找不到人生的價值 生命的價值跟意義在哪裡 我找不到 當然我如今我找到了 那就是神 神就是我一切的生命價值 走在他的道路上 我們必不跌倒 其他都不用再多想 所有的事情我都不用再考慮 可是我以前 心裡面沒有那個神 所以我心裡面總是想著 我要去尋找生命的意義 我要去尋找生命的目的 我為了這個問題 我還請教過我博士班的指導老師 我保險馬一直攻讀到博士 我問我博士班老師說 老師請問一下 生命的價值跟意義在哪裡 因為我發現我的生命 現在除了銀行帳戶的條動之外 好像沒有我的意義了 因為我本來以為說 我要窮擊我一生之力 我才可以做到某個程度的 律師的階層 我認為我要花一生的力量 可是 我三十幾歲就做到了 我三十幾歲我就已經做到 我認為我一生當中 要去追尋的目標 那接下來我要幹什麼 我不知道 這我問問老師 老師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老師笑我說 北約你的師兄弟們都還在為了過殺的 在打拼 只有你錢賺太多 已經開始在想那些沒有意義的問題 沒有意義嗎 其實好有意義的有問題 你找不到生命的價值 找不到生命的目的的時候 你怎麼活下去 有錢不代表什麼 有錢不代表我的快樂 我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當我找不到生命價值跟目標的時候 我開始向什麼 屬私的世界靠攏 我想試試看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我快樂的 所以我 我開始把從口袋裡面 把賺來的錢掏出來去挖 我開始向物質靠攏 我開始向情欲靠攏 我想說 我買名車應該高興一下吧 我買名表我應該會快樂吧 那我多交幾個女朋友 我應該會感到人生的戀愛的感覺 會讓我覺得重新再活過一次吧 這是我認為說 我要重新去找尋 我的人生的價值的目標的做法 我要向這個方向靠攏 這一靠 然後 就溺濕了 就沉淪了 就墮落了 再也走 走不回來 直到我認識主 我人生的墜落才開始打底 那這個墮落有多可怕 我開始 不斷地去支出 最重要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為了要取得短暫的歡樂 我開始向酒精靠攏 酒 本來是下班的時候 晚上就喝一點酒 放鬆心情 到最後是 因為情緒的困擾 因為交了太多女朋友 擺不平 所以說其實 大哥哥 在場的大哥哥們 將軍太多女朋友 真的不是什麼好事 對 她其實只是製造困擾而已 還不平了 你的情緒受到影響 我開始罹患了憂鬱症 我開始罹患憂鬱症了 開始接受治療 那個藥 越吃 越重 但是越吃 越沒有效 所以我開始 連白天都開始喝酒 因為 喝酒 可以立刻讓我感受到 什麼 放鬆 沒有什麼 藥比酒 什麼 讓人放鬆的速度 更快了 所以我開始 白天也喝酒 也就是說上班時間 我也在喝 除非要開庭 不然的話 我就一路 在辦公室我也在喝 有一次喝多了 去開庭的時候 老公問我說 律師請問一下 今天這個案子有什麼意見 我真的一片頭 一腦脹 我剛想說 我下一次再表示意見 那老公說 那請問一下 你對今天這個證人 講的話有什麼意見 我說我下次再表示意見 老公說 那我們要不要今天不要開了 下次再來啊 你什麼事都說下一次下一次 那今天就白來了嘛 你看我那時候有多糟糕 我假設出獄之後 我碰到我同業 以前律師的同業 他跟我講說 北緣你知道你當時的工作狀況 遭到什麼程度嗎 我說什麼程度 他說你好像是公訴檢察官 我是民事的律師 我必須要負責陳述我當事人的意見 但是公訴檢察官開庭的時候 因為他對永遠只有一個套字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依起訴狀所在 法官問說 還被告選論被告的犯行 假官會站起來說 依起訴狀所在 然後呢 請問一下 被告犯罪事實 依起訴狀所在 假官你對於被告的量刑 有什麼意見 依起訴狀所在 所以公訴檢察官其實 竹庭從頭到尾 只有這麼一句話 可是我當時開民事庭的時候 我也只有這麼一句臺辟 法官問 欸劉律師你對這個案子 數之聲明 如起訴狀所在 你們事實理由呢 如起訴狀所在 爸爸還會在七點 我就這樣子 我同意地告訴我 我們那時候真的有問題了,我們都發現了 可是我們不好意思告訴你 但是最令人生氣的是,那個案子我還打輸你 你只有講如起數算所載,我還輸了你,把關還判你贏 我說我完全沒有影響 人生墮落到這個地步 到最後,因為情感的因素 就是我竟然在街上,我就殺害了我的女朋友 其實這段事實 就是最近因為準版的輸入,從二月開始 很多電子媒體們,他們都要求採訪我 但是我都完謝了,因為我覺得說 他們發現我一直在更生方面 去做一些更生人輔導的工作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是一個勵志的故事,很值得去採訪 可是我建議那些記者們說 革政團記有好多已經不氏族 五年、十年、十五年以上的弟兄姊妹們 我說他們比我更值得讓你們去關注 我說請你們去採訪他們,不要採訪我 結果他們就把以前的片段剪一剪 然後又在電視上開始轉播 所以最近我一直聽到朋友講說 說我曝光率很高,上電視率很高 我說沒有,我沒有接受任何的採訪 你所看到的片段都是什麼? 舊的,都是舊的 那墮落到最後,犯下這樣的罪行 其實我當時只想什麼? 只想了斷自己 只想了斷自己 但是你要知道在看守所,在監獄裡面 想要了斷自己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監獄已經有百年的預證歷史 所以這一百年來 在監獄裡面想不開的人很多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都已經了斷過自己 那只要用過的工具 有一個人用過什麼工具自殺 那個東西在監獄就會變成什麼? 為禁筆 所以說經過百年歷史的考驗之後 其實我們預證裡面現在要拿到一個 可以把自己弄死的東西 還真不容易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連賣原子筆 裡面都不賣0.38的 0.38的筆尖什麼? 太尖了,它只賣0.5的 連這麼一點小細節它都在注意了 所以你不可能 於是我利用了一個機會 就是我被借體出去的時候 在台中地前屬 犯人在地下一樓 那他搭了一個違建的樓梯 直筒二樓 也就是說那個樓梯是一個違建 三樓高的直筒的樓梯 我戴著一個手靠腳樓 訓問完畢之後 我要被壓抵上去的時候 我就直接從二樓樓梯往下跳 我想說 這應該夠高 而且樓梯這樣滾下去 我應該 應該差不多了 可是 當上帝不讓你去死的時候 你真的死不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跟在我後面的法徑 他竟然跟著我一起跳 然後他抱著我 我們兩個就一起從樓梯滾下去 然後他一邊大聲地呼叫救援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一直滾到地下室 我們滾到街室的時候 大批的法檢已經來了 單家人媽來了 分開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全身都是血 結果檢查上市 全部都是發情受傷 因為他墊在我下面 感謝主 所以當時 受傷嚴重的是他 那從此以後 我被單位看射所之後 就被綁在固定床上 因為你情緒不穩定 你自殺之餘 就被綁在固定床上 那紙盒拿上去 全部在上面 一直到你 在他們評估你 認為情緒穩定了 再放你回答 那時候 既然死不掉 我只是一個刑事中 但是當時 我是肩幫很 頭痛的一個人物 因為我本身具有一些 社會的知名度 那這個案件 鬧得又是全國的統領先問 所以他們很怕 我有什麼狀況 所以他們開始幫我安排 宗教輔導 宗教輔導 只要有到看射所裡面 去做武黨的宗教團體 他們一定會請他們跟我聊一下 所以 大概中華民國 所有宗教 我聽過沒聽過的 我都見過了 我都見過了 然後叫我做法事的 然後叫我要幹什麼的 一大堆 一大堆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的心 得不少安慰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些宗教都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饒恕 阿妹 饒恕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宗教 有我們基督這樣的饒恕的核心價值存在 然後說 一個人做錯事 心希望被原諒 我們不小心打破了別人的一個玻璃杯 我們希望他怎麼 原諒我們 小時候我們偷了同學的橡皮擦被老師抓到 我們心希望老師不要告訴父母親 希望 任何人做了一件錯事 都會希望被什麼? 然後原諒 被饒恕 做小事 別人很容易饒恕你 可是 當你犯下槍我這麼大的錯的時候 誰會饒恕你? 誰會饒恕你呢? 只有神 所以 有一句話說 我認為你的罪有多深 神的恩典就有多大 他的饒恕就有多深 越大的罪 饒恕越深 愛越大 當時我辦下這個錯誤的時候 家人 朋友 到看守所來看我 每個人都只有什麼? 媽 因為大家沒辦法接受 尤其像我大哥 他是高級警官 我當時出事 我是打電話跟他指手 他氣瘋了 可是氣瘋了又能怎麼樣 他只好派下屬來逮捕我 然後他自己被檢察官調查 檢察官認為是我們兩個兄弟 講好的一場戲 一個先去殺人 另外一個馬上幫他處理自首的問題 可以得到檢險 從我做這件事情之後 一直到我出獄 我大哥沒有升過關 整整塊八年的時間 每一次呼聲很高 那時都沒有得獎 都是因為我的因素 他背了一個弟弟的什麼? 五點 他沒有辦法往上走 可是感謝主啊 我覺得說 神 他終究不放棄我 我明正牧師 跟聖團七個總幹事 他大概在一個月 事發至一個月之後 他來看我了 他告訴我說 六北元 只要你願意悔改 神就會饒恕你的罪名 他用保險洗禁你的罪名 在主裡面就是都已經過了 你是一個什麼? 聖章的人 你只要願意悔改 我當時聽到饒恕這兩個字 就很非常感動 因為沒有人 饒恕我 在當時 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 告訴我饒恕這兩個字 但是 黃正牧師帶給我這樣的一個好消息 在天上的那位神 告訴我 他說我是一位心臟的人 所以當下我就告訴牧師說 我要受洗 這是當時我手上還帶著佛珠 因為我總覺得說 心裡有人虧欠 我覺得任何宗教我都願意嘗試一下 但是當黃牧師告訴我這樣的時候 我就把佛珠交給他 他說 牧師 這就交給你出來 那我希望能夠受洗 但是牧師說 不行 你寫得很不容易受洗 他說 我會派台中更生團契的弟兄們 每個禮拜 進來幫你上一些聖經的課程 他說 幾個秒 我看情況 我一直來幫你受洗 施洗 我的信仰 是這樣子開始的 當時開始 每個 每天早上 就是讀經 報告 然後 更生團契 派弟兄們來為我 上聖經的課程 這樣子走了一年 我原判決決定了 我本來是無期獨行 但是改判了十二年 那當然改判十二年 這段時間有很多的曲折 簡單的來說 當我被提到高等法院 開庭的時候 警察官說這個人 適合不適合 可是法官就告訴警察官說 國家要栽培一個人 很困難 但是 要毀掉他 好 好 你啊 我電腦打 三秒鐘 無期突見 他這一生就回來了 他說我個人認為劉備員這個人 因為以前我也都常在那邊 跟他們開庭有接觸 但是不認識 純粹都是公文 他說這個人 在我們高等法院評價 法官裡面的評價非常高 我想為國家裡有一個人才 我希望他將來 早日能夠跟社會接軌 他能夠為這個社會 付出多一點他的專業 他的心力 他說中國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 然後說他 不要判到無期突刑 讓他早日跟社會接軌 就這樣子 警察官說 好 警察官 法官我全中的意見 於是十二年 十二年 我當場通過流涕 他們家屬 我想解釋一下好了 家屬當時 我在第一審判決之前 我有跟他們達成和解 所以說家屬他們就沒有再出庭 來表達意見 他說我這邊必須要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他們不願意表達意見 不代表原諒我了 他們只是因為跟我在民事上達成和解之後 他們不再表示意見 在刑法上 他不再追究這件事情 交由國法來處理 但是心裡面願不願意原諒我 不願意 但是我要必須跟 各位大哥 大家也報告 我們先岔開這個話題 你既然有人問到了 就在上個月 就在上個月 被害人 他在跟我們在一起之前 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生下一個男孩 當時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大概是國中一年前 但他一直不是跟著爸爸 等於是他的前夫在一起 他前夫後來又娶了一個太太 等於是他的繼母 這位繼母 在臉書上跟我聯絡了 她告訴我說 她看到我 不斷地在為福音的工作 在監獄裡面傳說往來 她說她很感動 但是她告訴我說 家人們 大人那邊 要讓輸入很困難 而是感謝主 她說她的家裡面 這些年來小孩子的仇恨 很難化解 於是她帶她到教會去 那個孩子在高中的時候 受洗心主了 神的大腦 神的大腦 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家害的 被害的 同時間 都得到拯救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他的小孩會受洗心主 我從來沒想過 因為他們是一個佛教家庭 可是竟然 我可以得到這樣的訊息說 她的寄母帶著孩子到教會寫主 我說我可不可以到教會去看看那個孩子 她說 不急 交給主來安排 放在禱告裡 她說或許五年後 孩子會去幹你 因為你一直在做福音的工作 她會幹到的 有一天 可能牧師會帶著她 來幹你的 我們放在一道口裡 我看到那個臉書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誰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讓家害者跟被害人 同樣束縛在一個神的腳前 阿妹 只有上帝 只有我們心中的那個上帝 他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讓我們雙方都在神的愛裡面 彼此的去修想辦法去修復 他先修復我們個人心中的創造 也許有一天 時期成熟了 他會修復我們兩個彼此的創造 讓我們能夠真正的得到老數 所以他告訴我說 雖然家裡面的人無法原諒我 但是他個人選擇原諒我 他原諒我的理由只有一個原因 他說 我不希望你傳福音的時候 綁手綁腳 我不希望你傳福音的時候 綁手綁腳 所以我願意饒恕你 請你把你的重擔放下來 把你過去的罪放下來 勇敢地去傳講 你所得到的證據 你不要再自卑 不要再有愧疚 這是他的寂寞告訴我的 我只能說 真的是神的大樂 改變了一切 只有神才做不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會過頭來再講 我們在監獄裡面的信仰 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在看守所的時候 因為黃牧師的一個餵養 其實讓我重新得到要重重的力量 可是當我判刑確定移到監獄裡面去的時候 他的日子跟看守所是完全的不一樣的 每天都要勞動 保養工作 而且裡面的分子跟看守所都不一樣 看守所我是被保護起來的 可是到了監獄工廠裡面 他是一個大型的開放空間 一個工廠就一百二十個人了 你不可能被保護的 你碰到的會是各地方的老大 腳頭 各式各樣的人在裡面 時間非常漫長 十二年 所以其實當時 因為饒恕所得到的那份信心的信仰 其實開始動搖了 因為我當時是四級 受信仁分四級 四三二一 那他生活上的處遇都不同 四級受信仁是最低階的 家人一個禮拜只能來看一次 朋友不能來看 一個禮拜你只能寫一封信 而且不能寫給朋友 只能寫給家人 通常我們信寫出去給家人 當家人收到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變成歷史了 因為監方的 常常的信件檢查的管制 等到這封信能夠寄出去 家人收到都半個月後了 我喜歡我的母親 我母親七十四歲 她沒有辦法看到我 但是她知道我信主之後 她也收集了 這次應言了一句話 依然得救 全家得救 我母親因為我收集 她也跟著在信主 無精的教會 她也跟著收集了 那等我在那個監獄裡面 叫天天不靈 叫弟弟不靈 我會想我的小孩 我看不到小孩 我想念我的家人 我看不到家人 我每天面對 我們在做的是那種手提紙袋 大家去購物的時候 手提紙袋 所以我也在呼籲大家說 那個手提紙袋 大家盡量回收 從不使用 因為那都是全國的手提紙袋 都是犯人做的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這樣 要學習把一張紙 變成一個袋子 而且一天大概的量 會是一百到兩百幾件的一個數字 你要趕上來 你沒有做好 你是不會做 你沒辦法假釋 它跟假釋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其實你每天生活的壓力非常大 非常大 你的信心開始受到動搖 你信仰的信心 我當時確實開始受到動搖 因為我每天在祷告說 神啊 請你保佑我家 監獄生活 平安 請你保佑我家人 平安 請你保佑我工作順利 趕快學會在監獄裡面工作的技能 請你讓我的心能夠靜下來 可是心情太長了 你看不到盡頭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你的禱告好像都落空了 一切都落空了 所以那是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認為我從來不認為 我能夠走出監獄裡面去 就剛剛談那個美賢姐講的 我從來沒有認為我能夠活著走出監獄了 可是就在那個時候 我認為信仰產生了另外一種轉變 我不曉得各位大哥哥大姐姐 有沒有跟我一樣的體會 我們來講 我比較喜歡用這樣的方式來形容 我在當時的狀況就如同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海底的時候 在紅海邊 前有什麼大海 後有什麼 罪病 天啊 除了抱怨還能做什麼 我還能做什麼 大家記得嗎 聖經出埃及記上面裡面的一段話 摩西聽完那些人的抱怨之後 他告訴他們說 你只管見我 看耶和華今天為你們實行的什麼 他可能 只管見我 我當時 碰到這樣子的困境 碰到這樣子的困境 我當時 我決定了一個事情 我相信你 我不都能告訴你 我自己 我要相信那位是 只要我跟他都告訴我 請他 好好照顧我的摩西 我就相信他 會去做 我請他 能夠帶領我的孩子 平安健康的成長 我孩子出世 我出世的時候 孩子才小四 我跟他講說 我跟上帝講說 保佑我的孩子平安長大 我就相信他會 我就相信他會 就如同說 我們有困難 我們把一件事情 交托給一個 你願意去相信的朋友 你是不是心就放心了 因為你相信那個朋友 會把你辦好 如果你把這件事情 交易給一個 你不信任的人 你心放得下嗎 你放不下 所以我才發現了 我以前因為饒恕 所得到的感動 那樣的相信 是叫做 我應該相信 因為有一個神願意饒恕我 我應該去相信他 可是 到了前有 鴻海 後有罪名的時候 那個已經不是 應不應該的問題 而是什麼 我願意相信你了 因為我不知道 我還能做些什麼 所以我願意去相信你 我認為 只要我告訴你 我拜託你的事情 我交托給你一切的事情 你一定都會幫我完成 我不再用理性去判斷說 這位神到底能不能幫我辦事 我放下理性 全然的相信 這就是齊克國 當麥的一位哲學家 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神學家 他所講到的一個信仰 非常重要的觀念 信仰一在苦難中 才能夠堅實的建立 產生理性的跳躍 大哥哥大姐們 理性的跳躍 我再重複一次 從理性的信仰到 進入了一個什麼 全身心靈的投入 當你願意這樣去做的時候 當你信仰提升到 這樣的一個階層的時候 你的信仰是 扎扎實實的建立了 你的人生還是會有風雨 還是會有困境 但是 你會有勇氣去面對 你會更平安 因為你知道神與你同在 神與你同在 不是幫你遮風避雨 而是讓你知道 該怎麼樣去面對風雨 所以我開始在裡面 轉變了我的生活 我不再想要去死了 我也不再痛苦了 我的禱告也改變了 我在監獄裡面 常常有人問我說 你們基督教講的神蹟 到底在哪裡 你告訴我 我告訴他 我每天都在聯受神蹟 我每天都看得見 因為神蹟是什麼 只有相信的人才能看得見 我說我每天 我以前求我什麼 賈世平安 求我監獄生我平安 求我未來平安 這些禱告我全部都布了 我只求 在我每一天早上 從求房踏出去 到工廠開始工作 我要面對一天的挑戰 我希望在這一天的挑戰當中 神賜給我什麼 智慧 賜給我足夠的力量 賜給我足夠的勇氣 去面對 這必須要有智慧跟勇氣 你才會每天辦法跟那些腳頭打交道 既不得罪他 又不會被同化 既不得罪他們 又不被他們同化 這需要勇氣跟智慧 我每天只禱告 一天 我只求神給我 一天的勇氣跟智慧就好 所以當我每天晚上回到求是的時候 我一定拿著聖經禱告 感謝主 神祭出現 一天的平安 神賜給我一天的平安 我的禱告應驗了 這不是神祭是什麼 好多人說 劉北元 一天的平安 多容易啊 我說你是說真的嗎 我現在在高雄 我從假設回來之後 保險界還是很難忘我過去那個 職業殺手的身手 所以說他們還是希望我能夠幫他們一點 派我到高雄去處理高雄的氣泡 103年整條馬路炸斷的那個氣泡案 總共有30位死亡65位重傷 三千五百戶受到傷害 全部都是我的工作 你知道嗎 這65位重傷者 全部都是燒燙傷 本來這20以上 或者是脊髓損傷 32位的罹難者 請問一下 他們的一天只不過是路過那邊看個朋友 只不過是在回家的路上經過那裡 只不過是去找朋友吃個宵夜 她這一天的平安就過不了了 我曾經去辦訪過一個媽媽 她的女兒更四歲 她是在屍體堆裡面 放出她的女兒 她告訴我說 從她女兒過世之後 她從來沒有見過她女兒的晚間 因為她害怕 她沒有辦法承受 她女兒沒有說再見 就走 直到有一天 他們的社區 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希望把一些救助捐出來 給一些健康的孩子看 她想說 那我把女兒的書整理出來好了 於是她在事故發生的半年多以後 第一次寄到她女兒的房間裡面去 在書家上就找到了一鐵盒子 鐵盒子上面裡面 竟然放著一封 耶穌 耶穌 上面寫著說 媽媽 人有不測風 天有不測風雲 誰什麼時候要發生意外不知道 所以當你看到我這關心的時候 應該我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我要跟你說 神明再見 對不起 她說 當如果我的面前 有生門與死門的時候 我一定是努力的朝什麼 生門去走 但是媽媽 如果我沒有過來的話 請你原諒我 我走不過去 一定是我努力過 我走不過去了 所以我走進了死門 她說 你們不要為我太難過 她母親 把那封醫師 交給我看 因為我去拜訪她 我代表保險公司去拜訪 慰問 包括和解 她說自從看到那封信之後 她再也沒有掉過眼淚了 因為她知道女兒跟她說什麼 再見 爸爸 一天的平安 哥哥姐姐們 沒有那麼容易的 我們每一天 如果真的能夠在睡前 得享這一天的平安 我們會想一下 這一天 你經歷了什麼 神賜給你什麼樣的恩典 讓你可以今天晚上 躺在床上 準備安眠 感謝主之後 我們再安人入睡吧 所以我也是這樣 所以從此以後 我再也沒有吃過安眠藥 我在監獄裡面 本來是沒有安眠藥 九點鐘發藥 九點五分主管沒有拿藥來 我就已經開始躁動了 這樣 那你知道監獄裡面還有 Run Service 大家知道這是 火薰集飯店的客房服務 其實這是在重刑區裡面 才享有的客房服務 因為她怕重刑區 有人想脫逃 所以晚上都有紅外線 在鐵柵欄外面有紅外線 就好像看電影一樣 你看不見的 但是你只要一觸動她 警鈴就打錯 這樣 那因為我吃不到藥怎麼辦呢 主管沒有來發藥啊 我就手伸出去 把那種 因為紅外線大概就在那個鐵窗 大概十公關的地方 你只要拿手去揮揮揮揮她 警鈴就打錯了 然後主管就會來 什麼事啊 我抱住了 你還沒有發藥 好 我去拿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Run Service的 還有24小時免費的保全服務 這豪宅才有的 可是我後來不需要 我不需要吃阿美藥 真的不要 因為我們懂得什麼 神的恩典 一天吃給我們 每一天 我在睡前 我都感到心滿意足 接著 我們的人生開始在鍵裡面有了變化 我舉個例子 我開始在裡面 叫小朋友讀書 這個故事 也在我的書上 我也寫出來了 我開始叫孩子能讀書 那這些孩子們 其實 我覺得 是在教育體制 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把他淘汰掉的了 他們很想 改寫鬼子 我的房間裡面 住五個人 這五個都是殺人犯 總共有六條人命 我年紀最大 其他都二十幾歲 吸毒 他們想要改變自己 所以他們 當時要講 他們比我早進來 所以當時他們都要講書 他們開始討論起說 出去 是不是大家來做點小生意 不要再回到班派了 我開始討論這些事情 我一聽我就覺得說 他們好像跟這個世界 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因為他們講的都是天馬行空的 不切實際的 我就隨口跟他們講說 你們竟然 有心要悔改 有心要去做一些生意 不要再走 幫派路線了 為什麼不就看點書呢 我看一些商業上的書 結果他告訴我說 每個人都說 我不願意看 所以我看不懂 他們的文學程度 中文程度 大概只能看小說 只要跳過小說 有一些需要思考的 專業的書的東西 像商業中刊之類的東西 他們完全看不懂的 我告訴他們說 這樣子給我三個月時間 我教會你 我不是教他知識 我教他思維 我重新訓練他們的什麼 思考能力 我讓他們去感受到自己的潛力 他們是沒有知識 但是他們不是沒有自殺 我覺得他是沒有知識 不是沒有自殺 是我們的教育制度 讓他們沒有學到 他們該學到的知識 但是他們不是傻瓜 不是笨蛋 所以我們就去垃圾桶 剪 剪人家不要的商業周刊 我每天只盯一篇 讓他們看 晚上 開始上課了 一個人 十分鐘 請你們告訴我 這篇文章你看到什麼 他是不是要花腦筋去想的 因為他不能背 他也不能拿出來唸 所以他必須要動他的腦筋去組織 他今天這些文章他看到什麼 然後呢 他們講完之後 換我也來講十分鐘 這篇文章我看到什麼 然後我們開始彼此討論 為什麼我看到的你們沒有看到 為什麼我想到的想角度 你沒有想到 你的思考 在哪一個層級上面出了問題 就這樣三個月過去了 他們侃侃了他 雖然講的不是說 那麼的好像博士班等級的 但是他們的口條都改變了 思維都改變了 後來我離開了那個單位 一年多之後 我還碰到其中一個 那個孩子叫查統 他講是一直不準 一年多之後我們在會客窗上 碰到了 他拉著我的手說 北洋哥我現在在讀快進學 我差點跌倒知道嗎 我真的差點跌倒 他真的看得懂嗎 我不知道 那是重要嗎 不重要 因為他願意把槍放下來了 他知道他未來出去社會 他要靠什麼 知識 他要靠他的知識 去作為社會生存進程的工具 再也不是用槍 來處理事情 只要有這樣子的結果 我覺得他會計學 看得懂 看不懂 我不介意了 我根本不介意 我只有告訴他 加油 加油 我說你好厲害 會計學我是一窍不通 你竟然能夠讀 我說很棒 非常棒 有一回 黃牧師到監獄來問我說 北人 你認為一位 監獄聖行人 基督徒 在監獄要如何傳福音 我告訴他 說黃牧師 監獄裡面 因為都是以國家為主 我們只要Amen 他們都認為是異類 在監獄裡面 會被人去異類 所以我們都用做的 不用什麼 我們不傳獎 我們用做的 我們去陪伴 別人不願意去陪伴 在監獄裡面 有很多負面情緒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例子才是特別的 我以前專門是保險公司 特定的律師 在台中地區曾經發生過一個 黑道開當鋪的 他在台中有一家超級大酒店 還有18家當鋪 還有一家建設公司 但是他有這麼多的財富 他還嫌不夠 他幫他舅舅保了一億五千萬的保險 然後殺了他舅舅 保險公司當時聘請我告他 謀殺 一路地檢書 地院高等法院 這最高法院 我辦到高等法院一半 地院判他無期徒刑 高院審理到一半 我出事了 我也送到他看守所 我們兩個呢 因為他被我告到精神有一點時間 那我是進去裡面 情緒本來就很混亂 於是我們兩個在精神科 碰面了 在看守所的精神科碰面了 他看到我第一句話 用米南語講 你也來了 本來我認為說我完蛋了 因為他是大哥級的人物 我放在他手 在這個監獄所裡面 我只是任他走 另一隻螞蟻 可是他還很客氣 他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這是你的工作 沒有個人恩怨 然後我想說 哦 感謝守所 平安 那後來 我先到台中監獄復刑 那他大概一年之後 他的案子也定業了 他也到台中監獄 但是我們兩個 一直都沒有方面 一直到七年後 我要轉到台東 萬一間去服刑之前 我又被帶回到工廠 重新去試運 就是要去做勞動的工作 那到工廠 一個新人到工廠報到的 第一件事 主管一定是說 先離線方向後轉 現在工廠所有的人 都坐在影子上 麻煩你看一下 有沒有仇人 因為在節目裡面 如果仇人 關在同一個 小小空間裡面 他會出人命 所以一定要叫一個先 確認一下 我一回頭就看到他 我一回頭就看到他了 坐在第一排 第一個位置 我馬上回頭跟主管講 有仇人 我要換工廠 因為他無其不得確定之後 我不確定說 他是不是很多 真的像以前一樣 放下新人的恩怨 主管說 這樣好了 你試試看 如果不行 我馬上幫你轉找 結果我跟他在這個工程下去 五個月了 這五個月 因為他一直因為 訴訟的關係 因為無其不得確定的關係 憂愁 情緒都是很負面的 在工廠裡面 沒有人願意跟他講話 因為 關很辛苦 大家都不願意去接觸什麼 有負面情緒的人 因為他會感染 他痛苦 我也會心裡 他想著外面的世界 我好不容易忘掉外面的世界 他又開始講那些他外面的世界 我們就會跟著痛苦 大家都不願意去接觸 有負面情緒的人 可是我不陪他 這五個月我陪他 到最後他問我一件事情 我說 對呀 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每天都能夠笑眠眠的 為什麼我每天都關的這麼痛苦 我跟他講說 你要聽嗎 他跟我講說 我知道 你要跟我講上帝對不對 他說很抱歉 我拜觀音的 我們不要講這個 我說好啊 有時候不講就不講 我說過了幾天 他終於忍不住了 他講 講給我聽聽看 為什麼信上帝會快樂 我告訴他說 因為 我把我心裡面所有的事情 就交通給上帝了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他說上帝在哪裡 你給我看啊 我跟他講說 相信 這兩個字 是相信看不到的事情 才叫相信 看得到的不用相信 我說我現在坐在你身邊 你需不需要相信 我這句話你要不要相信 你需要相信嗎 我就坐在你身邊 你需要相信嗎 不需要嘛 對不對 我說你老婆當年你娶她的時候 你會告訴她說 我會永遠愛著你一輩子 照顧你一輩子 你老婆決定說 OK我嫁給你的時候 他有看到你愛他一輩子了嗎 沒有 但是他選擇了什麼 相信 所以說相信是相信什麼 看不見的事情 則叫做相信 看得見的 不需要相信的 他就已經在那裡了 我說 觀音 我也看不見 你也看不見 但是你相信嗎 你每天拜每天拜吧 你都拜他 保佑你的生意好 保佑你的酒店生意好 這樣 可是你每天還在操犯 一天到晚在寫紙條 到處叫人家傳遞 偷偷帶出去 然後叫誰來跟你會客 交代公司要怎麼處理事情 我說你每天在拜 然後你每天自己還在煩惱 那麼多事情 你相信你拜的神嗎 我說我相信他 我相信 我相信你都交給他了 那我要煩惱什麼 我在心裡裡面 我只要負責 好好的讀書 寫作 我沒有其他書 我的孩子 我交給上帝了 我媽媽我也交給上帝了 我的未來我也交給上帝了 但是問我說 北元 你出去到底要幹什麼 你律師知道都被吊銷了 你現在不能當律師了 然後 你出去看什麼 我說我靠信心吃飯 我覺得上帝不會讓我去超 給我的管教與試驗 不會超過我所能夠 什麼 負擔不起的 我覺得上帝必為我 開什麼 一條路 這條路在哪裡 我看不見 但是就是因為看不見 所以我要什麼 相信 我就順服著他的路去走就對了 當他告訴我 往右轉 我就往右轉 不要有自己的意見 我在監獄裡面跟他們分享的時候 我用他們的話語來告訴他們 不要假的 我們當然在這裡不會用這種話語來去談熱信仰的問題 交托的問題 順服的問題 但是在監獄裡面 他們要用他們那個話術 他們才會聽得懂 你在講什麼 我告訴他們 你人生就不要假的就對了 你處理事情不會比上帝處理更漂亮 用這種方式告訴他們 包括我現在 回到 目前 除了工作之外 上帝為我開一條路 我本來每天上班都要打卡的 我是不可能做監獄的事工 可是上帝幫我開了一條路 就是到高雄去處理氣爆案件 那公司就派我去做專案經理 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只好把那件事做好就好了 因為那個案子是我們公司 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案子 因為我們是小公司 公司是小公司 從來沒有過有這麼大的案子 那因為我去了保險公司 喜歡那個以前職業殺手的樣子 所以把這麼大的案子 交給我們一個小公司 我們公司就說北約你就去高雄 只要處理好這件事 其他事情都不用做了 所以沒有人管我了 我只要把高雄處理好 我多出好多時間來 我可以做監獄施工 感謝主 監獄施工 我第一次進到台北監獄 我就知道上帝為什麼讓我猶豫了 從法律上來講 我犯了錯 我可以接受監獄的制裁 從我們信仰的角度來講 我一直在思考著苦難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大家都說苦難的背後是什麼 是祝福 是祝福 那我的祝福是什麼 我一直找不到 一直到我第一次回監獄做事工的時候 我懂了 因為我第一次回去我就碰到 我太太中監獄父親的時候 第一任的室友 他在台北監獄父親 當時已經在報假事 我跟他double大概半年的時間 他就已經假設回家了 結果沒想到 我在台北監獄就遇到他 他看到我好尷尬 我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兩個身份不一樣了 他還是受監獄 我是什麼 職工 我們詩歌代唱完 做小組的分享 他終於回過程來舉手 告訴所有的同學說 你知道這個人嗎 那個人以前跟我在台中監獄住在一起 每天晚上像一個什麼 像一個小弱一樣害怕 走到黑森林 還怕 躲在角落裡面 看著聖經 一句話都不敢說 這樣 他說你看他現在回來了 那就要入獄了 阿妹 從此以後我就知道 上帝要我進監獄 是要我再回去 因為只有我們這樣子背景的人 我們回去做監獄施工的時候 我們比其他的施工人員更有什麼 所以努力去告訴他們說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因為我可以 所以你們一定也可以 於是我開始從遍台灣的監獄 哪裡需要我去 我就去 我告訴他們 你看我 你就知道你們的未來在哪裡 相信主 只要相信主 只要相信主 我在高雄二間 上個禮拜 我去做 見證分享 一百三十五個人的工廠 我演講 我們見證分享完之後 開始呼召 願意絕至信主的人 麻煩舉個手 各位參賽 一百三十五個人 你們有多少人舉手 一般來講 這種呼召 兩三個人 舉個手 已經是阿妹了 當天 八十個人 一個工廠 一百三十五個人 有八十個人 舉手說 他願意絕至信主 感謝主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上帝給我的 祝福 人 有三種命 性命 運命 還有一個叫使命 有些人只有前一個 只有生命 第二個 還有一種人 靠一點運命或日子 就是 我覺得上帝給我第三個命 使命 就是 回到監獄去 我們持續的 去做監獄施工 就是帶領更多 我們受信的人 帶領更多更生的人 回到九個身邊 能夠真正的圍改 我想今天時間 我們就分享到再次 那也謝謝各位 哥哥姐姐們 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我聽到現在我的心 都非常在震撼 在這裡真的要告訴各位 我們都是蒙福的人 因為我們認識的神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而且今天我們聽到 劉弟兄給我們分享的見證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覺得 神給我們彰顯神迹 一定要看到什麼怎麼大的事情 剛剛他一句話好感動我 一天的平安就是神迹 對不對 大家要想想看 因為我們往往就是 神太愛我們了 往往就是覺得 我們什麼都擁有了 可是我們都覺得 好像不知道是珍惜 我覺得就像在詩篇107篇 二十一二十二 大衛說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視 都稱讚他 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 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今天聽到劉弟兄為我們的見證 神藉著他的口來告訴我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真的要知道 我們能坐在這裡 神這麼愛我們 從早到晚 尤其我覺得是在OEcos這裡 真的每一天 神預備那麼多的課程 然後請那麼多的人 就是說 來教導我們 不管資訊 像劉弟兄今天的 分享的見證 而且我覺得今天我感動的是什麼 生命就是影響生命 神簡選我們 我們每個基督徒 真的 當然 我們沒有像劉弟兄 其實他剛剛也很清楚 他所有的一切 就是神的美意 其實我們說就是神的美意 雖然當然我們會心裡不捨 神對每一個人都有美好的旨意和計畫 他在監獄裡面 他因為 可以說是在那裡服刑 他遇到了真神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的生命 可以影響那麼多的生命 這就是神為什麼檢選我們每一個人 從黑暗到見到光 使我們的生命翻轉 就是希望我們 能在我們的周圍也能夠翻轉 幫助別人 影響別人的生命 我剛剛真的聽到劉弟兄的分享 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 他 被神真正的得到 而且他是一個感恩的人 如果不感恩的人 不知道 永遠不知道 感恩 活著其實 還嫌不足 不要以為 看到一些人光鮮亮麗 好像生活有我 其實他不見得快樂 我們基督徒坐在這裡 我們真的是 心裡充滿著飽足 我想每一個人神給他一個命定 我想使命 每一個人的生命是不一樣的 我想今天劉弟兄是因著 就像你看今天不是我選的這個經文 是今天我們按照我們教會的教導 我們今天就是這一節經文 剛剛我是不是還跟各位說 我們不要被馬門 不要侍奉馬門 今天你看看哪有這麼巧 這個安排就是劉弟兄 來為我們做一個活生生的見證 所以我們的神 我剛剛也在開始禱告說 我們那位神 最重要 我們的神 賜下一本寶貴的聖經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位聖經上的 又真又活的神 現今也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可以使我們生命翻轉 就像剛剛劉弟兄在說 虛虛多多的人 都是白觀音 我自己我在上個禮拜 24號就在對面 我家裡供奉二十幾尊 觀世音 可是我母親去世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我不敢看那個觀世音 我也沒有被觀世音來拯救我 為什麼 我每天活著還是懼怕恐懼 我真的就怕我的父親在走了 我沒有支柱沒有依靠 我敢看嗎 其實就為了虛榮 我們中國人好像 藝術品就是萬英雕刻 住在國外你家裡供奉了 那個就是藝術品 其實就像剛剛劉弟兄說的 我們的神 他是看不見摸不到的 但是這個神是永遠住在我們的裡面的 他是當你只要呼求他 你隨時都可以呼求他 他就回應你了 我相信劉弟兄剛剛他的見證 我想我也是 今年我才是剛剛信主 第十年 我就是真正經歷到這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是每一天我現在 如果不依靠他 我不愛他 告訴各位 我現在不能站在這裡 尤其我相信 每一個人的生命是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劉弟兄 神給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今天聽到劉弟兄的分享的生命見證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也震撼 在這裡更希望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各位 現在你們終於知道 神機就是有平安的一天 這句話太棒了 這是神接著他的口告訴我們 有的人我常常在想 他對主沒有那麼感動 為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很好 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心沒有 就像我 我真的是不滿客 我每天服服敬拜 七八個小時 為什麼 我感恩他 因為每一個人的感度不一樣 但是我今天聽到這句話更好 一天的平安 就是神機 因為神說他現在不展現神機了 那個神機為什麼不是變來變去的 我們在聖經看到 許許多多神章 寫著神機其事 瞎眼得醫治 瘸子得可以行走 太多的神機 可是神說了 在今天我覺得那個神機 其實就是天天與我們同在 真的我今天講話 有一點點心動 有一點點嚴肅 但是因為就是感動 我們坐在這裡 真的我們都是蒙福的人 然後呢 我們真的要把我們的生命 去影響別的生命 那個生命時候 我們要有愛 我們要知道關懷別人 好不好 我想真的我們在這裡 你看每一個禮拜 我們都聽到 許許多多的一些好的見證 而且還有醫學的 你看每一個禮拜 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沒有像今天是 我們的劉弟兄 平常是不是 你看台大醫院的 教導我們怎麼保養身體 對不對 很多很多 怎麼樣吃出健康來 這都是神給我們的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開開心心 然後我們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定的旨意 好不好 我們在這裡 今天我們現在 再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劉弟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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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